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成品保姆 影片一开场 我们看到龙套姐像只白条猪似的 被人捆在了岸子 从她身上的分割线可以看出 排骨的价格比后腿要高得多 而从桌子上摆放的工具来看 便在大叔显然是屠宰场的老员工了 一锤定音之后 我们看到刚刚考上大学的大眼妹 正开着车前往学校 当她走进宿舍的时候 发现这里比猪圈还脏 第二天一早 大眼妹在学校的布告栏上 不仅看到了龙套姐的寻人启事 还发现了一则招聘保姆的小广告 常年吃低饱的大眼妹为了勤工俭学 便按照广告上的地址 来到了郊外的一个农场 变态大叔和她老婆变态阿姨 带着小正太热情的接待了大眼妹 变态大叔说 其实也没什么活 我们两口子主要是周末工作 你只要负责把我们儿子照顾好就行了 回到学校之后 大眼妹很快就把追求自己的大眼哥 聊得浴火分身 猴急着大眼哥想趁热打铁 把生米马上煮成熟饭 可大眼妹欲擒故纵 把大眼哥耍得是火鸡火鸟团团转 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年轻老司机的专业素养 那就是不见鬼子不挂弦 不入洞房不摘环 周五的晚上 当大眼妹正打算开车前往变态大叔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车打不着了 这个时候贼心不死的大眼哥 突然从一案的角落就窜了出来 把大眼妹吓一跳 大眼哥说老司机会武术 专修各种油电路 你把这盖打开我帮你看 大眼妹说来不及了 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转场之后 大眼哥开着车 把自己的欣赏人 送到了变态大叔的家门口 下车之前 大眼妹送上了香吻一枚 暗示大眼哥可以小路飞飞了 大眼妹走进房间 变态阿姨给她交代了一些细节之后 两口子便离开了家 百无聊赖的大眼妹 坐在沙发上正看书的时候 一连接到了两个骚扰电话 心惊肉跳的大眼妹算是彻底坐不住了 就开始在房间里四处下雪 当她站在窗户口正眺望远方的时候 刚刚睡醒的小正太突然就出现在了门口 大眼妹在准备晚饭的时候 发现小正太吃的呀 都是血了呼辣的肉块 当大眼妹看得筋筋有味的时候 突然听到门口有动静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大眼妹急忙往警察局打了一电话 作为单身狗的警察大叔 一听有美女求助 马上就开始浮想联翩了 开着车屁颠屁颠的 就赶往了变态大叔的家 大眼妹刚打完电话 就发现小正太不见 她在楼上楼下学没了半天呢 也没见到小正太的身影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骚扰电话又来了 此刻的大眼妹隐隐的意识到 今儿晚上肯定得出事 于是她急忙给大眼哥打了一电话 而此时此刻 憋得脸蛋的通红她大眼哥 刚好在前往变态大叔家的路上 大眼妹说 我现在好怕怕 你赶快来护驾 大眼哥一听就明白了 说亲爱的 你稍微误造 哥手里有套 马上就到 大眼妹这一听 就知道对方误会 当她正想解释的时候 大眼哥那边电话已经撂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脸刀疤的秃头大叔 破梦而入就冲进了房间了 然后就开始楼上楼下的下雪梦 大眼妹吓得是东躲西藏啊 最后凭借自己的小聪明 居然把秃头大叔给砸晕了 当大眼妹带着小正太 回屋拿车钥匙 打算逃跑的时候 秃头大叔跟狗熊似的 突然从地上就窜了起来 直接就掐住了小正太的脖子 还没拿到工资的大眼妹 一看自己的摇钱术要倒 那能干 直接来了一招小寡妇刨底瓜 差点把秃头大叔送回快乐老家 可当他正打算对秃头大叔 下毒手的时候 突然发现秃头大叔竟然是一神父 打小就信奉基督教的大眼妹 当时就傻眼了 才意识到这是拆迁队 刨了城管的坟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当大眼妹回过神来的时候 突然看到小正太的头上 竟然长着两只鸡脚 大眼妹一看 当时就下尿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变态大叔两口子突然出现 变态大叔看到躺在地上的兔头大叔之后 二话没说 直接就把这位神父送到了上帝的身边 然后转过身 突然来了一张老光棍打飞机 当时就把大眼妹给纵懵逼了 当大眼妹醒来的时候 看到变态大叔扛着金发妹走进了房间 变态大叔说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这小中太是恶魔之子 而且他只是纯洁少女的肉 所以我不得不隔三差五 去外面抓一女孩回来 变态大叔边准备工具 边跟大眼妹先聊 当两个人正聊到眉飞色舞的时候 变态阿姨拎着一瓶老沉醋突然出现 说你不忙正事又在这撩妹是吗 变态大叔说你误会了亲爱的 我只是给她介绍一下咱的工作流程 变态阿姨冷笑了一声说 都是老破鞋 你甭跟我这装沉洁 这个地儿已经不能待了 干完活之后 在她马上跑路 接下来在大眼妹的观摩之下 变态大叔开始切割金发妹的尸体 忙活完之后 变态大叔拎着锤子 又来到了大眼妹的面前 准备杀人灭口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老光顾警察大叔及时赶到 趁着变态大叔两口子应付警察的功夫 机灵的大眼妹拿了一把刀藏在了背后 变态大叔夫妻俩打发走警察大叔之后 就打算再次对大眼妹动手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大眼妹突然举起了手里的刀 就像小菜笛偷袭大老虎 上去就是一个下鼻杵 接下来恼羞成怒的变态大叔就开始追杀大眼妹 大眼妹在院里东躲西藏的时候 突然发现大眼哥也被变态大叔给活捉了 经过一场你是疯儿我是杀 赶快跟我啪啪啪的追逐气之后 大眼妹终于没有斗过老奸巨滑的变态大叔 很不幸的又被活捉了 就在变态大叔打算再次对大眼妹动手的时候 阻止多谋的警察大叔突然出现 可俗话说的好 老公会网友老婆在门口 当警察大叔正打算逮捕变态大叔的时候 变态阿姨一斧子就把警察大叔砍于了胯下 接下来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四个人张牙舞爪的群皮 PK了一会之后 变态大叔两口子终于在正义的枪声下应有牺牲了 当警察大叔带着大眼妹打算离开的时候 小正太突然拿着个刀出现 上去就把警察大叔孤苦伶仃的一声给结束了 大眼妹一看吓得急忙跑进了工具房 虽然小正太是名门之后 但毕竟还是太嫩了 时间不大就被聪明伶俐的大眼妹活捉了 当身负重伤的大眼妹在医院醒来的时候 警察说非常遗憾的 那小正太已经不见了 影片的最后 我们看到小正太又投入到了一个大兄妹的怀抱 而且这大兄妹又在布告栏里贴上了招聘保姆的启示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心了 变态大叔真不少 禽兽也是满街跑 打工小妹要当心 不然容易被胡搞